再來看到另外一個最新現場 這是立法院長王金平 他南下到南投要替郭台銘 發給一宵弟兄1000個紅包 不過他談到的卻是 蔡英文松口思考 說要選總統的一些議題 現場狀況連線記者朱顯明 好 主播立法院長王金平 今天來到了南投這邊 來替郭董發給一宵弟兄1000個紅包 不過到底王金平的下一步的動向要如何呢 事實上前一天已經松口說 他不再參選區域立委的王金平 他下一步的動向相當令人好奇 不過面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松口說要考慮參選總統 王金平強調說一切都是祝福他 我們來聽一下王金平的說法 想昨天蔡英文主席 說他會思考要不要選總統 那你有什麼看法